西班牙环球网站 西班牙环球网站 中间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完美的满足了中国在印度洋寻求的战略定位 中国用15亿美元投资将该港口变成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商业中心 汉班托塔港汉班托塔港自2007年 西在中国的援助下开始建设 2012年开始运营 2017年7月斯里兰卡与中方签署协议 中企以11.2亿美元获得汉班托塔港70%的总占股比例 中方将负责港口运营 斯里兰卡海军负责港口安全 汉班托塔港经营权移交中国公司后 斯里兰卡政府将很快获得协议总额中的3亿美元 这种机制有助于斯里兰卡政府减少债务 缴漂中国与其在印度洋的盟友缅甸间的一带一路 合作项目与在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互补 缴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使得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中国能够更快 从非洲和中东地区获得石油供应 缴漂港缴漂港项目意味着可以绕过马六甲海峡 从而避免一些国家通过关闭马六甲海峡 来威胁中国能源供应的可能性 此外 中缴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均起于缴漂市 其中原油管道缅甸境内断长771公里 原油管道公司由中缅出资建设 比例为50.9%和49.1% 中缅原油管道的设计数量为每年2200万吨 全长超过2000公里 中国的石油进口路线由此将更为多元化 吉布提吉布提是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 旨在确保获得打击海盗的国际支持 以及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其战略地位还带动了非洲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吉布提港整个自贸区项目耗资35亿美元 预计十年后完工 利用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有望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和物流中心 吉布提位于鸿海和亚丁湾之间的战略位置 使其成为非洲和欧洲尖海上路线的捍卫者 中国自这条线路 借口的原油在2017年 达到了日均525万桶 这条线路也是中国商品 通过苏伊士运河 抵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通道 瓜达尔中国在巴基斯坦 瓜达尔港的部署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旗舰项目 建设中的瓜达尔港巴加默约 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加的投资 从海桑尼亚的巴加默约港可见一斑 那里 被认为是非洲最大的港口 并被设计成区域中心 在内陆 殖民时代的铁路线将得到改善 并将与中国在该地区 部署的其他诸多港口一样成为其通道 加强在东非的海上战略 也将有利于巩固巴加默约与欧洲的关联 为非洲向亚洲市场输送商品提供便利 巴加默约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